台灣則位於南島羽族地理分布上的最北端 20年 荷蘭知道心不甘情不願地轉來的大元 1661年到1895年長達230年的期間 台灣都是中國人所統治的區域 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間是1895年到1945年 那到底台灣現在是誰的呢? 在目前來說 它應該還是一個真空狀態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史達尼 在中共國慶前一個禮拜 鄧炳強就在星島日報警告 不要趁雙十分裂國家 而在930國慶晚會 整條CCTV新聞片 由習近平至七常委加上王岐山 以致拍到楊潔篪 個個神情宿目沒有一個人笑得出 而接著幾天 中共軍機就日日破紀錄 由3839 56 至昨晚是149架 軍機是飛入左以國的台灣西南識別區 老蕭就加多一句 美英日樓加河 六國就在南海聯合軍演 奇怪的是澳洲不在當中 至於黃西澤 他亦做了一條片說美軍RC-135W的偵察機在香港的上空 接著他就叫香港朋友小心 租樓買樓 千萬不要找解放軍做你們的努力 在上一集《AUKUS 三國》 Stanley 就說過台海這麼繃緊的原因 就是由於台灣在929決定申請加入CPTPP 這件事情對中國來說就是破壞一宗的原則 即是分裂台灣 而今早在澳洲電台ABC當中澳洲國立大學的中國外交政策的專家 Rentine Song 就這樣 comment 大陸之所以要 Sow Muscle 是要給美國和澳洲知道 如果他們將台北稱為台灣 中國就可能會 將軍事緊張的局勢去嚴重升級 對Stanley來說 既然你已經用了國安法動香港 就已經表明你不可以用一國兩制 就是售台灣 在共產黨立黨8週年 加上國慶72週年 這個勢讓中國的領導人騎虎難下 那麼多飛機那麼多航母戰鬥群在一起 如果有人信台海南海 包括日本台灣香港 甚至乎Stanley住的澳洲Sydney 會安響太平 那一個人就一定是假先知 故此未來的時間Stanley就開一個新系列節目 叫做台海風雲 那麼第一集Stanley就給一個題目 就叫做 《動香港就預了武統台灣》 那麼今集Stanley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系列的主角台灣 究竟他是應該屬於誰的呢 那麼在以下下來的時間Stanley就用YouTube 允許的combination method 去跟大家研究一下台灣的主權問題 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 與台灣進行官方往來 剛才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 他的一中原則台灣不可分割 相信大家都是異熟能長 那麼在以下下來的時間 Stanley就跟大家講講台灣的由來 讓網友自行去判斷 考古學普遍認為 在台灣島那些原住民 在人種上就屬於那些馬來人 跟中原的漢族人的分別真是不少 至於語言系列 就是屬於那種叫做南島語族 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那些島嶼的島民 Stanley覺得這些南島語系的島民 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他們個個都是眼大大 成年之後就圓碌碌 跟香港的南區的水上人 至少有三四分相似 台灣的原住民是可以分為三大內 西邊的是平保族 屬於武系社會 女人負責堅填 而入罪的男士 就負責打獵特別是打綠 而至於住在山上的高山族 最出名的是那個阿里山的姑娘 好像是屬於亞美族 原來他們的階級觀念十分之重 那些土地是屬於貴族所有 至於第三種是那些鮑魚為主 跟港島南區香港仔和鴨利州那些水上人 就十分相似 由古至今 原住民通常都是會被人欺負 特別是十五世紀歐洲殖民時期的開始 當時世界有兩隻牙 西班牙向西發展 去了南美州 而另外一隻牙叫做葡萄牙 就由非洲一直向東發展 最遠去到澳門 就將人家那些香料黃金 帶回祖國 搞到荷蘭就心動動 在1602年 就成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 簡稱叫做VOC Vox 他們就有幾個特區 包括建立軍隊發行貨幣宣戰和簽合同 根本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那個時候 西方人都喜歡中國的絲綢和瓷器 所以瓷器英文就叫做China 全世界都想和中國做生意 1624年 荷蘭人就去不到澳門 連當時屬於明帝國的澎湖都不給入 最後身不甘情不遠 就去到這一個台灣 台南地區的大嶼 在那個時候 台灣島除了有原住民 還有漢人和日本人 但是必須要記住 1624年的台灣 台灣是不屬於任何一個的主權國家 主要是做中國放物和日本白銀 貿易交易為主的地方 故指VOC的荷蘭人 就成為第一個代表荷蘭去管治台灣的國家 但是37年之後 南名的鄭成功 就將台灣人去趕走 這位鄭成功 其實去就是中日運血兒 在日本的長期出生 住了6年 才回到爸爸的原居地 鄭成功出生那天 正是荷蘭人 正式管治台灣的開始 鄭成功去爸爸叫做鄭之龍 有多重身份 由海盜 變成富甲一方的朝廷招安商人 亦都是荷蘭人的翻譯官 他就幫他這個大仔改名叫做鄭森 當明朝崇禎王國後 南名就在福建省那裏繼續抗爭 南名第二個皇帝叫做龍武帝 他見到當時大個仔的鄭森就十分之喜歡 當傳就赤了給鄭森一個明朝國姓 不是姓禮是姓朱 改名叫做成功 所以這一個的中日運血兒 就由鄭森這個名字變成朱成功了 但是更加多人會稱呼鄭森 叫做國姓爺 或者就叫做鄭成功 1661年的4月為了避開清帝國 鄭成功就宣佈費斯東征趕走荷蘭人 帶著四百多艘船艦和二萬五千兵 從金門就去到澎湖 而在1661年的5月1號 就在台灣一個內航 和荷蘭人來一場海戰 竟然將當時荷蘭的無敵艦隊 打過希巴蘭 相信是中國人的海軍歷史 鄭成功 就真是可以叫做抗古力甘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跟著那三百年 直到現在 由鴉片戰爭 甲午戰爭 中國的海軍從來都沒有老禮過 好講完海戰 港陸戰 1661年的5月4號 用了四天的時間 鄭成功就攻陷了那一座的荷蘭堡壘 結果鄭成功就能夠在台灣站穩陣腳 之後在1662年的1月25號 就用三十坎大炮 向烏特勒之堡 和熱蘭遮成 猛烈軍擊 結果是將荷蘭兵是徹底極跨 令到荷蘭人終於明白 他們是需要離開台灣 結果在1662年的2月1號 鄭成功和荷蘭就終於簽定了那一條叫做 締和條約 而這一條的條約 其實就是證明荷蘭和代表南名的鄭成功 是曾經擁有台灣的管治權 和約的第一條 是講到雙方都要忘記仇恨 十分之有這個的宗教的色彩 此外 荷蘭人要求他們離開台灣的時候 是以敲鑼打鼓吹喇叭 作為一種剛榮退出台灣的記號 所謂和平的交替 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而合約裡面 鄭成功的簽名 是用明朝朝討大將軍國姓的身份 從荷蘭人手中收回台灣 但是鄭成功收回台灣之後四個月 鄭成功是絕然離世 享年38歲 其實鄭成功的一生 就是荷蘭人佔據台灣的故事 1624 鄭成功誕生那天 就是荷蘭人佔領台灣的時候 而1662年荷蘭離開台灣 也是鄭成功離世之時 簡單來說 1624年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在之前台灣這一片土地屬於島上的先住民 而在1624年荷蘭人就來台灣前前後後 差不多有37年還要逐不逐不離 至於鄭成功在台灣建立的延平郡皇國 和之後大清帝國的康熙皇帝 佔領台灣之後 就將台灣當作一個虎 歸入福建山去管 由1661年至1895年 在234年裡 台灣就可以算是中國人所管治的區域 但是到了1895年 因為那條馬關條約 台灣就各樣給了日本 日本可以算是最後一個非常明確擁有台灣主權的政府 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間是1895年至1945年 這一段時間是最後台灣在這一片土地上被世界各國廣泛承認的最後一個政府 那大家都知道 在二次世界大戰裡面 日本就在1945年投降 而澎湖和台灣就是這樣被要求歸還 但問題就來了 要歸還給哪一個呢? 按理當然是給回大清帝國 但當然大清帝國那時候已經沒有了 那就是說 就要被大清帝國繼承的國家 即是中華民國 但誰知在1949年中國逆權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替 而到了197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得到廣泛的承認 他們也宣稱 他們可以繼承中華民國土地和權力 但問題就來了 就是中華民國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對台灣的主權呢? 根據資料顯示 其實台灣並不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日本戰敗的年代是1940年代 當時日本在簽署那些歸還 土地的相關法律文件 中國是從來沒有派人去簽署 其中一個原因 是美國堅持 一種叫做台灣定位未定論 就是說中華民國 從來都未試過真真正正擁有對台灣的主權 就是說美國是反對中華民國具備 治理台灣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因為在美國政府的understanding 中華民國只是以戰勝國而去受託 澎湖和台灣 這些前日本的領土 故此從日本確定放棄了台灣主權那個時刻起 台灣就進入了一個叫做主權未定的狀態 沒有人能夠真正合法代表自己 就是台灣的政府 然後來講台灣在主權這個領域上 就呈現了一個叫做真空狀態 雖然在大國之間有一個共識 就是台灣主權未定 而且很多大國都相繼和中國建交 都會中秦那個所謂一中原則 但是真實的情況就是 這些大國並不全部認可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以美國為例 他們簽署了三份公佈 即上海公佈 中美建交公佈817公佈 裏面表示 認知到中方關於台灣屬於中國的立場 這裏一定要搞清楚 認知 跟承認 是不一樣的事情 世界大國 採用都是叫做理解 認知 或者留意到 這三個的用詞 都不是叫做承認 意思即是說 沒有包含到台灣是屬於中國 既然台灣不屬於中國 也都不屬於中華民國 那麼究竟台灣現在屬於誰呢 這個正正是叫做真空狀態